受到卡努台风搅局 关闭一周的冲绳纳霸鱼市场 终于在8号又重新开张 黄奇鲑鱼和大木鲑鱼排一排等着拍卖 不过当地渔民太久没出海捕鱼 预计这周能卖的鱼货也不多 价格因此可能飙涨 冲绳居民还要担心暴雨冲刷后 山区可能引发土石流 有一位高龄妇女开车时因此受困 最后从车里平安逃出 鲁马市では老人ホームの裏手にある崖が 高さ40メートル幅20メートルに渡って崩れました 怪我をした人はいませんでした ただ敷地内まで土砂や木が流れ込んだために 当時施設にいた利用者を含む13人が近くの公民館に避難しました 為了更快救助因台風受困的民眾 駐紮在宮古島上的路上自衛隊 也在基地模拟建筑受損 進行就業行動 目前卡努正朝日本九州前進 万一出現災情 自衛隊也可能被调派到当地救災 日本気象庭警告 从九州靠太平洋一側到東海地区 都可能出现比往年8月 还多的单月降雨量 许多有客被迫缩短行程 9州民眾则急着到超市提前抢購物資 7日午夜美大島上的超市貨架 几乎被半空 路尔島市港口也堆滿了 要送往当地的100個貨櫃 里面有各种能长期保存的食品 但捕获船恐怕也会因为台风 无法出航 接下来卡努将一路向北 周三经过九州西部海域后 预计周四登陆南韩南部海岸 穿越整个超限半岛 一路扫到北韩 이번 태풍은 상륙 직전까지도 강한 세력을 유지할 가능성이 있습니다 南海,水温이 평년보다 2도가량 높아 태풍에 에너지를 공급하고 상층에서 발산하는 기류가 태풍에 유리하게 흐를 수 있기 때문입니다 제주도를 시작으로 전남과 경남 남해안에도 태풍특보가 내려지겠고 목요일에는 남부 내륙과 충청 수도권 순으로 영향권에 들겠습니다 강원 영동은 수요일부터 사흘간 600mm가 넘는 물벼락이 쏟아집니다 미국 화府 동양 출신 风雨交加景象 白宫被籠罩在雨雾中 天空还不时出现闪电 气象预报显示 从纽约州到阿拉巴马州 超过2950만人 将面临龙卷风威胁 차点被凌晨落塘기的 还有正在 马里兰的 碧昂斯 演唱会歌迷 因为活动 延后两小时开场 最后被迫 原地避难 等风雨小一点后 碧昂斯终于顺利开场 出名重粉的他 也大砸10万美元 让98个地铁站末班车 延后一小时 送粉丝安全回家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和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与祟